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北京时间12月22日,据河北媒体报道,河北一家职业足球队有可能落户苍州,根据该媒体的描述,这家球队很可能是石家庄永昌,该媒体从苍州权威部门获悉, 在苍州市一些厅级领导和相关人士的积极联系推动下,这家足球俱乐部正和苍州就细节进行磋商,至于是哪家俱乐部,该媒体描述为从外省迁来,前几年一直在顶级或次顶级联赛发展,在河北足球发展史上曾有浓墨一笔,目前这支球队虽然没能在中超打拼,但重返顶级联赛一直是他的目标,综合这些描述, 可以确定这支球队就是今年从中超将级的石家庄永昌,该队从福建迁来,前身是福建俊豪,过去几年一直在中超和中甲之间升降,上赛季冲超成功,但本赛季遗憾地再次回到中甲, 这家河北媒体表示,永昌之所以从石家庄迁到苍州,一方面是该以房地产为业的足球俱乐部,看中了苍州的发展前景,对苍州的体育硬件表示了认可,想在苍州进行进一步的商业经济布局, 一方面,也是苍州本地今后想以体育产业发展为引擎,提升城市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,至于永昌,签纸何时能完成? 该媒体表示,不出意外,元旦过后就会有实质结果,如果迁到苍州,那么这支球队肯定不能叫石家庄永昌了,改名后,球队名称有可能以苍州为开头,也有可能以河北为开头,一旦双方牵手成功,根据协议规定, 不仅这家足球队的一线队,预备队U13,U14,U15,U17,U19等,一并牵指苍州,该媒体还表示,这家俱乐部牵指到苍州后,确保两年内重返中超赛事,五年内入围亚冠赛事,不过,这样的目标,看起来有些困难, 永昌只在2015赛季,2016赛季,和2020赛季,征战过中超联赛,其他赛季,全部在中甲联赛挣扎,球队的中超最佳战绩,也仅是2015年,作为升班马拿到的第七名,剩余两个中超赛季,都是中超垫底,五年竞亚冠,对于他们来说,似乎遥不可及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